財經點滴潘碧雲 中國人是否真的有錢? 朋友說去年Chanel在福建省一間小店的收入 就夠養起整間店的開支有達 而且中國的本地客不會再叫VIP了 是VVIP 買東西不看價錢的習慣還一代傳一代 為何這樣說? 有些以為自己很懂的中國父母 打算讓兒子去吃虎頭 去到外國讀書 沒有買車、沒有買屋 算是這樣吧? 打算兒子會想的就截見一點過日子 誰知媽媽還是不捨得 一付就付了二十萬 說不斷以旁下身 是美金,不是港幣,不是人民幣 簡直夠成年的豪勢 學費早就交了 拿著那麼多現金都不知怎樣花好 又怎會沒有車呢? 至於屋,住在哪裡都可以 但是我回心一想 如果個個有錢的父母 都是這樣做就發財了 香港的小孩競爭力又回來了 至少香港父母多想中壞自己的子女 都只讓兒子去Harris讀書 女兒去英國讀書已經叫做很厲害 怎麼都不會暴發到隨手給百多二百萬個兒子 當零用錢用 而且香港父母怎麼都會落過住 我有都不會這樣做 事件發展下去,中國人前所未有那麼有錢 前所未有那麼懂得吃,那麼懂得享 那麼懂得洗,那麼懂得玩 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未爆煲的中東遊王 繼續四圍地去拿外國身份證和護照 唾棄中國,既經波折才可以拿到外國入境簽證的身份 就是這樣,還有什麼可以換醒中國人自己的身份認同呢? 那些小孩還要讚爸爸媽媽真聰明 一早就應該拿外國身份了 原來對身份有認毒困難症的不止是香港人 很快中國的小孩會和我們一樣